上海国际电影节自2014年创设4K修复单元起 每年都会放映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电影修复精品 除了电影修复用上新技术 人工智能加电影还在本届电影节上碰撞出哪些新火花呢 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昨天中午记者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影院 看到不少观众正排队入场 等候经典香港电影《笑傲江湖》4K修复版的全球首映 今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创设4K修复单元10周年 不少4K修复影片均为全球首映场次 近两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使得影片修复效率和效果得到大幅提升 起初主要的修复流程是以2K的为基础的 因为那个时代实际上的算力还不够满足 现在今天的4K修复 那么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完成一部4K电影 也就大概在一个月就可以完成 那么今天无论是通过现在的软硬件 还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那么我们都能让它无论是从质量 还是从色彩上都做了一个全新的修复 给大家一种全新的体验 沉寂式的体验 就是我完全忘记了它是这个修复版了 跟我之前前两天看的上海街 其他新片就是一样的视觉效果 一内人士也提醒到 人工智能运用 虽能减少传统修复师的重复劳动 快速解决老影片的清晰度 流畅度 色彩失真等常见问题 但人的艺术审美 还是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种前沿的技术的话 可以提高我们修复的效果 比如说清晰度 流畅度之类的 但是人在其中的话 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对修复的艺术效果的调整 是否符合主观审美 是否符合创作者的情感意图 这种是起掉一个决定性作用的 此外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科幻电影周 还重点围绕AI技术 如何重塑电影行业 以及AI技术在电影产业中的应用 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度探讨 我们在开始尝试应用 或者说学习应用 新一代的创作者 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学习 那么这个学习是为了适应 可能我们要面对的一个 人工智能的时代 新的这些技术 能够尽快的应用到我们的实验当中 去推动这种改变 感谢观看